小宋 下班后来坐会儿呗 还有 这几天不要再 搞自动驾驶的实验了 我看里得有点儿不对劲 太美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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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结束后来餐吧找我 有事儿和你说 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呆着 想找个人说说话 聊聊天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今天 我和外科医生 抢救了一个男患者 他伤得很重 我们一起抢救了他六个小时 最后终于救回来了 但他妻子跑过来感谢我们的时候 哭得像个泪人一样 那一瞬间 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在想 人活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 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吗 对啊 不就是为了 放心吧 我没事儿了 就是刚在一时之间 没有从那个情绪里做出来 谢谢你敢过来陪我 我们是朋友 我们只是朋友吗 我刚才从外边路过 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儿 进来打个招呼 你是在等人吗 没有等人 那就好 你真的没事儿吗 我有事 你出去吧 行 那你忙吧 回来 我跟你开玩笑呢 蓝蜀吧 你过来坐会儿 又没什么事儿 你说什么 我从来都是当真的呀 蓝叔伯 你还真是越来越呆了 你最近看什么书呢 最近除了一些专业方面的 还读了刘振云的 一句鼎一万句 好看吗 其实他讲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心的眼睛 人心的眼睛 不外乎就是两个人 是否能够聊得来 其中有一个片段 我记得特别清楚 书中提到了论语 子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如果有朋友 从远道来看望你 你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 可是这个书里 也给了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不高兴 说明你身边 没有能够真正聊得来的朋友 我有啊 我有你 我还有子倩呢 你很关心我 也很了解我 其实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应该算知己吧 那你知道 我是怎么想你的吗 你是怎么想我的 我觉得你这个人 有才华 却不显露 幽默风趣 也不贫罪 是一个 很招人喜欢的男人 可你知道有一个人说 没有女儿会喜欢我 怎么会 那你说说 什么是喜欢 喜欢可能是一种感觉 心动的感觉 我理解的 喜欢一个人 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一起聊天 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过周末 和他一起共度 所有难过的日子 和快乐的时光 你刚才的表情告诉我 你刚才的表情告诉我 你享受过那样的时光 和谁啊 我一个朋友 那希望 你想起我的时候 也会出现那样的微笑 给我 谢谢 现在你有事 那你就忙吧 不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 我这公司还有事 没有处理完 赶紧好好休息 不用接啊 不用 我这个人有个习惯 下班的时候我从不谈工作 今天遇到你真的挺高兴的 咱俩也好久没有之后聊不聊 确实 接吧 万一找你有什么急事呢 喂 干什么 我要睡觉了 再见 你俩没什么事吧 没事啊 怎么了 随便问问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跟我说 知道了 走吧 走吧